今天呢 因为那个昨天去上那个课 那老师说那个吞咽的那个附建老师说 要做口腔的这个动作 就是因为妈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吞咽又 你看口水很多 连口水都没有办法吞咽进去 所以呢 她就教我这个口腔的这些动作 如果以前我们以前有教过 是这个要念做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要给她按摩一下 这个地方也要按摩一下 所以给她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这个嘴巴 你看这边很硬 因为嘴巴这边的肉很硬 那我给她按摩一下 这边的这个好硬 这边怪不得她没有办法 这边很硬 这脸颊上面是很硬的 因为我现在摸起来是很硬 因为我有去上那个 上那个脚底按摩的课 所以我知道先摸下来就是这里有淤塞 那脸颊上面有淤塞 所以她的脸颊上是没有办法动 这样好 那然后这边弄完了 就做另外一边 就做另外一边 这个礼拜四上课的时候要表演给她看 看我们做的对不对 所以我先把它记录起来 那我现在去做的时候 发现她的脸颊的肉是僵硬的 然后做完了两边了以后呢 做了两边了以后呢 那要做这个上面上面 上面上面的上嘴唇 哦 妈妈 没问题啊 放轻松 放轻松 嗯 哎 放轻松 放轻松 嗯 嗯 放轻松哦 放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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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放轻松 放轻松 她这边非常的僵硬 这边非常的僵硬 这边非常的僵硬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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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部分 非常的僵硬 非常的僵硬 嗯 非常的僵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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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平常人这样子不会痛的 但是她会痛 你看 嗯 啊 啊 所以表示她这个地方是有问题 然后下嘴唇也是一样 下嘴唇也是 来 妈妈 来 下嘴唇也是非常僵硬 你看 来 妈妈 来 来 哦 很痛 她的 她的 她这个地方非常的僵硬 所以 她没有办法动 在下面 下面来 妈妈 她现在手非常有力 来 妈妈来 下整身来 下整身 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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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她在下面非常地硬 妈 妈 妈 你看她 通常你看我可以拉到这么宽 她这边是没有办法的 来 她这边非常硬 这边非常硬 这边非常硬 下面非常硬 好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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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今天不要做太多 好 我在下面给她弄弄 OK 好 OK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晨询 了 好 今天